體壇大小事 We love sports Alrighty then,體壇大小事呢 我們首先來做的是要介紹日本的六大巨蛋 日本呢,其實有很多的棒球場 12支球團嘛,那就有12個棒球場 但是呢,巨蛋它就有6支 台灣的巨蛋現在好像慢慢復工了 那我也非常期待能夠趕快做好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就是東京巨蛋 這個是日本的第一個巨蛋 也是日本職棒獨賣巨人隊的一個主場 Dokumai Giant 演唱會可以容納5萬7千人 棒球賽可以容納4萬6千人 它位於東京都的中心地帶 所以它的交通不只方便 旁邊還有百貨公司、遊樂園、展演廳、餐廳跟飯店等設施 它構成了這個叫做Tokyo Dome City 除了職棒賽事、演唱會之外 也是日本舉辦國際賽事的首場選擇 辦過籃球、美式足球、摔角等比賽 它的彈型屋頂 大家聽清楚 它是充氣式的彈性薄膜 所以為了使巨蛋屋頂達到最高 總設計至36台送風機 呼一聲 從沒有氣到加滿 需要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而且為了維持形狀 會場控制內氣壓比場外高0.3% 所以當活動結束要離開東京巨蛋的時候 會因為內外風壓不同在出口處形成強風 讓有人被揪出去的感覺 這個我在影片上有看過 呼一聲然後就是被催走 但這個氣壓也是東京巨蛋成為最容易擊出全球打的球場的關鍵 這個是因為它應該是早期的設計啦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福岡巨蛋 這是日本唯一的開閉幕式的巨蛋球場 或這個設計概念來自於古羅馬經濟場而來的 那這個是福岡軟銀銀 Softbank Hawks的一個主場 之前呢 他球團 去年開始球團為了決定進行大規模的裝修 讓球場能夠容納更多的球迷 增加到4187人 成為東京巨蛋跟Sapporto巨蛋之後呢 又一座比賽能夠超過4萬人的球場 呃 外野的電子大螢幕呢 就是Hawk Vision 是由5個影像顯示組成的 畢竟是福岡巨蛋 Softbank都在講的都是比較科技型的東西 然後呢 球團還有這個重新整建了王真志博物館 也有不少的娛樂店面 像是英國風的酒館Hawk British Pub 本就是當地球迷非常喜愛的這個新歡 呃 他在這個軟音音在三臉外野側呢 推出100席的Hello Seeds 呃 不只提供這個語音導覽 還有 座位是離最近離最近是叫做Gate 7 這個是有中文的指示的一個Gate 那附近有服務的專區 是給這個台灣球迷也能夠 輕易找到自己座位的一個地方 再來看到的是大阪巨蛋 是日本職棒歐立式野牛的主場 那外形像一個巨大的一個飛碟 欸 那我們UFO應該去做個主題曲吧 耶嘿 它是銀色波浪造型的一個感覺喔 那因為呢 受限於腹地的問題啊 它這個外野區執能做成兩層勘台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一個死角的一個視線 呃 因為地質的關係呢 當五萬多人一起跳動的時候 球長附近的住宅也會跟著搖動喔 有勒 所以呢 阿妹不可能在那邊唱三天三夜啦 呵呵 像地震一樣 所以每當演唱會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周圍解著鏡子跳動的標語 這裡也是日職為台灣聚報 陳金鋒舉辦國際賽 引退儀式的地方 呃 鳴谷屋 Nagoya巨蛋 是日本職棒中日龍隊的主場 呃 它其實呢 也是有很 它有WiFi 然後有電子積分板 有停車非常大的停車場 交通方便 旁邊還有Aeon 購物商場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啦 小朋友去看 去逛那個Aeon 然後我去看這個球賽這樣子 呃 這個呢 那鳴谷屋巨蛋是單層結構 那中央是可以透光的正六邊形 每個三角形控制一塊遮光幕 其實啊 它這個 也是有一個設計 可以讓就是巨蛋內部的光線的明暗 可以被操控的一個設計 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它有全世界最大的電子積分板 那 那C5巨蛋 是這個 C5師的一個球場 呃 是1979年落成的時候 那時候並沒有屋頂 是1998年 這個半開放式屋頂正式完工後 呃 來來去做成的 這樣子 呃 C5巨蛋是唯一一個 會出現場外全力打的巨蛋球場 也是唯一會 因為下雨而言賽的巨蛋球場 是半開式的關係吧 哦 再來我們最後要介紹的就是 Sapporo巨蛋 呃 那 札幌巨蛋呢 它可以當作棒球場 也可以作為足球場 是這個 北矮到日本火腿鬥士隊 跟這個 他的這個札幌 Gonzado 足球隊的一個主場 那棒球場的使用的是人工草皮 足球場是天然草皮 這個呢 是使用的世界首創的新技術 叫做氣墊移動式足球場 如果上網去看 你會看到就是說 它足球的這個場地 是放在外面的 平常打棒球的時候呢 它就放在外面 需要打足球的時候 它就會往室內去移 然後來做一個 呃 就是 設計 我記得是它會rotation 就會開始轉彎 然後變成是一個足球 可以用的場地 現在呢 在日本正在進行 所謂的橄欖球 世界橄欖球大賽 那巨蛋 就是 呃 炸網巨蛋呢 就是其中一個主場之一 呃 所以就就是 當巨蛋內的移動牆開啟時 折叠式座位會收起 那足球場會往裡面移動 旋轉座位會一起移動 成為適合觀看足球賽 或棒球賽的一個角度 非常非常的厲害 呃 這個 薩波羅巨蛋呢 也有個日本國內首座巨蛋展望台 可以在53公尺高的地方 你可以看整個巨蛋跟雜謊的事情 這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好的 以上就是 日本的巨蛋 那韓國也有一個巨蛋 溫哥華那個 應該說加拿大的這個 Blue Jays Toronto Blue Jays 也是一個巨蛋 期望 台灣的巨蛋能夠早日完工囉 好的 以上就是 第一段的體壇大小事 我們休息一下 進行廣告 帶回來是第二段的體壇大小事 不要走開 您收聽的是 幽浮男人窩 我是黃德尼 歡迎回來幽浮男人窩 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段的體壇大小事 剛剛如果這個介紹巨蛋是小事的話 現在就是體壇的大事囉 我要來講的就是 今年11月將在日本東京舉辦的 第12屆世界盃團體桌球賽 ITTDF Team World Cup 這個呢 被視為是明年東京奧運的這個前哨戰 採取這個2020東京奧運會 就是東京會的賽制 五盤三勝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介紹 就是世界盃桌球團體賽的大鋪鐵 首先來做這個介紹 這個是國際桌總主辦的 世界性的一個桌球比賽 1980只設這個男子單打項目 96年 1996年之後呢 增加女子單打 團體賽是從1990年第一次舉辦以來 歷經很多次的變革 當然啦 每一個國際賽事都要做慢慢調整嘛 舉辦的週期跟比賽的名稱也換了很多 最後在2018年改成 Team World Cup 每年呢舉辦一次 奧運會年會停辦 每屆只邀請男女各十二支參賽隊伍 除了邀請國和六大洲冠軍之外呢 世界團體錦標賽前八名也可以獲得 世界盃洲團體賽的這個門票 我們上屆啊 世界團體錦標賽第九名 剛好日本是邀請國 所以 very lucky we had the ticket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團體賽呢 將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小組賽 所以有12支球隊分4個小組 每個小組有3支球隊 那它會有一個循環比賽 前兩名晉級到淘汰賽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淘汰賽囉 男子組世界排名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參加的呢 有12個包含了奈其利亞 中國它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子組 德國是男子第三名 巴西第六 美國澳洲日本是世界排名第二 韓國排名第四 瑞典是排名第五 OK 然後英國第九 奧地利第九 台灣世界排名第七 也就是亞洲 畢竟這個乒乓球是亞洲的這個 國球之一啦 所以就是我們要拼一下 中國日本跟韓國 德國也那麼強 我也是蠻驚訝的 那女子組的世界排名呢 有 中國第一 一定會叫日本第二 台灣是第三喔 That's right 香港第四 韓國第六 所以第五名沒有被參加 OK 所以它包含埃及 埃及 羅馬尼亞 巴西 美國 萬納度 奧地利 烏克蘭 相 就有很多的一些國家 呃 我們台灣男子組呢 包含了這個 林昀儒 陳建安 廖正廷 彭王維 跟王泰威 女子組是 鄭 怡靜 陳思雨 在這個以前 YOUVE SPORT 時有訪問 劉欣一 還有就是 鄭先知 跟蘇佩玲 當然啦 最被看到的是中國 然後再是日本跟德國是奪冠的熱門 中華隊是被國外媒體視為挑戰者 中國當然是他們是國家的一個 一個全部的一個資源去做這樣子的國家隊的比賽 我記得在那時候看如果大家有印象跟我這個年紀的話 你有看這個阿甘正傳 Forest Gump 你就會看到說他有一段呢 是他到中國大陸去打乒乓球 也就是說 乒乓球在這個中國早期的體育的過程當中是 已經是國球了 不是籃球或者足球相關 就是乒乓球 那 在這樣子的一個氛圍之下呢 打乒乓球的這個中國選手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日本呢 因為近期我很喜歡買這個球員名件 所以我會買到就是日本的桌球名件 他把它桌球這件事情當作是企業聯賽 也就是它是一個職業型的一個方式去進行 然後以賽來養賽 我覺得台灣目前為止的話是有一些企業在贊助 但有沒有發展到變成是一個巡迴賽 或者是一個職業發展 讓選手能夠無後顧之后去參加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日本中國 德國的話是奪冠熱門 我得去找一下為什麼他們這麼強 所以要繼續加油啦 中華隊過去男團最佳成績是2013年的亞軍 2015年拿過銅牌 女團呢 是在2018年止步8強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要加油一下 呃 來看一下中華隊 目前呢 世界排名第10的林雲汝 林軍他剛滿18歲 他有超齡的這個預判能力 然後反手擰拉球技 以及冷靜的這個態度 很多的前球王都是他的手下敗將 所以他被視為重點提防的對象 另外呢 還有像是陳靜安剛剛提到的 廖正廷彭王維跟王太威 他們今年還有參加亞洲桌球錦標賽 但是是由陳靜安領軍的 搭配了 除了上述所提的名字之外呢 還有就是洪子祥也有出征 最終完成年五屆奪童的任務 那女團呢 同樣由世界排名第10的 一姐正宜進來領軍 搭配了這個陳思宇 劉心一跟鄭仙芝 還有清澳銅牌蘇佩玲 力拼突破上屆八強的成績 那八強就是我們的一個標準 我們一定要就往上突破 呃 來 重點來講一些好了 比方說就是桌球神農林雲汝 他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加入宜蘭國小桌球隊 呃 連續呢 他五年級連連續 拿下五項全國性賽事的單打冠軍 像Jola Bela 蝴蝶杯 國語日報杯 自由杯青少年精英賽 展露頭角 然後呢2012年的時候呢 呃 參加日本大阪舉辦的201屆 東亞少 東亞少年這個桌球賽 拿下男團的亞軍跟男單的冠軍 是非常厲害的 呃 是第一位在這個賽事奪冠的台灣 台灣選手 然後呢 2015年成為台灣史上最年輕 14歲又4個月的世界桌球錦標賽代表隊成員 2019年呢 加入了日本桌球聯賽的 岡山球隊 非常的厲害 然後呢 這個來看看的是 台灣一姐 鄭宜靜 教練林奇才有說 鄭宜靜是相當難得的攻擊型選手 氣勢 靈力 可以左右開攻 一位也非常的好 在女子選手中是相當難得的 在2016年 里約奧運的時候呢 過關斬將 打到前八強 呃 創下台灣女子本土選手最佳記錄 呃 2017年的時候呢 拿下 在台北市大運 拿下單打銀牌 團體銅牌 市井賽混雙亞軍 世界單打 第三名 2019年和林韻如搭檔 聯手在下 阿曼公開賽與大陸公開賽混雙冠軍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人是非常的厲害啦 那當然就是說 怎麼樣子在賽事當中維持你的這個情緒 因為我之前訪問陳思雨他就是說 有時候會有一個波動 本來 覺得輸球可是不放棄 你就反敗為勝贏回來 那代表就是對方其實就會開始有一點 浮躁 這都會非常非常特別注意的 那 呃 這一次比賽呢 是在 巨蛋 體育場哦 那分別有很多的一些 呃 這不在這件事情啊 這個基本上是在日本打 目前還不知道在哪個球 在哪個那個場館 之後有機會 都會為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個場館 我是黃丹尼 謝謝你今天的收聽 我們下週見 您收聽的是優服男人窩 拜拜